各位老师们您觉得这个相声剧 它到底应该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相声剧 相声剧嘛 既然有了剧就有人物 就有布景 有道具 有灯光 有音效 所以说要比单一的相声 要复杂很多很多 跟话剧有一曲同工 但是呢我们的包袱有多一点 包袱在里边吧 对对对 因为相声的元素有那种三番四倒 对 铺平垫纹 在正常的话剧里面 是不会有这些出现的 但是在我们的话剧里面 就会经常出现这些东西 我当时的理解就是 一群相声演员演剧 就叫相声剧 我觉得跟我们以前演话剧 所不同的一点 就是中间穿插相上了 我在这个戏里的承载的 就是这个悲剧的这条线 是这个男主人公的这个感情线 所以都是说相声的演戏的 然后我觉得我来演这个悲剧人物 好像是特别的格格不入 不是后来你把我们带的都会演悲剧了 怎么处理的呢 其实对于说相声的这些同人们来说 我觉得是特别巨大的考验 没有经过表演的训练 这个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难度特别特别的大 每一个人就两个字 认真 只要认真了 一定能做好这件事 我希望有机会 大家能看到我们这部戏 我相信对你们来说 是应该能够震撼到的 一台的喜剧演员 但是这部相声剧啊 却是一个悲剧 你说它是个悲剧 我觉得也不准确 我们也不叫悲剧 我们应该叫一个带有特别大喜点的证据 我觉得不是证据或者喜剧那么简单 他又把我否了你看 我觉得我们这个剧 是按聊斋那么写的 聊斋有一首歌的歌词 就完全体现了这个剧 叫小中也有泪 乐中也有哀 准确吧 这你唱最好听这首歌 但是其实你看啊 比如找包袱逗乐 这过去我们觉得呢 可能男演员可能更好一点 另外呢 就是像李丁这种形象 就长得稍微那个一点的 对吧 就觉得呢舒服一点 但是我们台上呢 女演员都特别漂亮 包括像宋宁 你这个觉得演喜剧有没有压力 他们原来说 我长得就是个笑话啊 但你要说从外形上看 从长相上看 我觉得 让我们团长做颜值担当 也不太合适 太不合适了 对 太不合适了 所以就女孩子们就担起了这个重任 只能勉为其难地 混入在这些个 那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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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个主演当中 明白了 对 让你来推广来了 不是让你来砸场 没有 没有